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 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浦东开发?怎么开发? 都是农田呀,很多人不相信 我相信 多次到陆家嘴地区实际调研 亲自研究陆家嘴地区规划 建设自由防疫事业区的政策 荣耀会可以以七星的加入开发 提出了一项重大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 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 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 要以全球事业国际标准 推进张江综合性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集聚建设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 科研院所研发机后研究型大学 加快建立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取 我们要做一个强国 那么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装备制造业搞上去 我们看过去 飞机这一项还是短板 所以的话一定要把飞机搞上去 飞机搞上去它是一个整个的装备制造业 一个综合实力的水平的体现 2013年中国首个自由贸易区在上海普通诞生 开启了大胆室大胆床自主改的心态资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于今天上午正式告白 将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芯片区 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 大胆创新探索 为全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 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 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仍在加快 中国将有效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贸易党引领作用 推动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开放体制作用 参照 参照